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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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哪一种 一般人说不要生气 那我说两个都要 因为不生气 我内心很平静 有一百万美金 可以做很多帮助众生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佛教叫菩萨道 菩萨道呢 它是包含了 世间的福保 也包含了 要有一个解脱的 生命解脱的心 更重要的 希望自己有能力 去帮助各种的生命 离苦得乐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的生命有意义 但是就来自于帮助众生 就像我们今天 大家很多菩萨一大早 我们就要去开车 跑了很远 去河边放生 各位你要多思维这个道理 当我们去放生的时候 这一幕会影响你的心态 哇 好有意义 好快乐 虽然肉体上坐车很久 又下雨 坐烟共 熏了一大堆 头都晕 但是好有意义 因为能够帮助众生 今天我们在马来西亚 他们又救了 要被杀的野生的大蟒蛇 救了119只 等一下 萨杜萨杜 野生的一公尺长的四脚蛇 欧洲人要用它的皮来做皮包 救了49只 救了很多野生的乌龟 毕业 所以我们跟那个野生的屠宰场说 初一十五 你们钱照赚 但是你不要杀神 也救了里面的工人 那些工人 老实说都是我们缅甸过去的工人 因为经济上的因素 没办法 从事于杀神的行业 老板 老板是华人 懂得怎么赚钱 但是呢 想一想 他们也很可怜 那老板说没办法 所以为了赚钱 他必须伤害到其他生命 他也知道夜报不好 所以我们参加法会 他都会来 现在已经有一点状况出现 这个因言果报 不见得是来世报 有些就现世就报应 所以当然就像喝冰水 喝太多会伤身体 但是冰水又好好喝 但是又克制不了 我想修行 还是要能够深信因果 那首先要讲就跟他说 那我们去思维 每个月的食物 初一十五 佛菩萨的圣诞 一定要很多很多人 去拜佛塔 去印佛经 去做善事 吃素 去慈悲 那我们内心 随喜随喜这个功德 那我们也希望随喜所有的功德 再把这个功德 普接回向 融入很多受苦的众生 我们必须关心整个世界众生 那现在有报纸 有媒体 让我们很有机会 就去了解 也去随喜 也去帮助 所以哪一个国家 发生什么样的灾难 在政治上 哪里有一点挫折 在经济上 怎么样 如何 那各位 这就是菩萨道 你要关心世间法 你要关心佛教 你要关心 所有的生命 那我们必须要保持在这种状态 那为了要关心 这些生命离苦得乐 那我们要一直累积功德 那为了要累积这善根功德 我们要祈求三宝的加持 我们随喜世间上 所有善法的功德 然后呢 愿这个功德 就像外面如果 乌七麻黑 只要点一盏灯 在黑的地方 那一盏灯都看得见 就像天上的星星再小 但是那个光 远远越黑 它就越亮 虽然我们功德有限 但是一个人发菩提心呢 来关心这个世界众生 他的心就像那个星星一样 但是如果他发的是圆满的菩提心 什么叫圆满的菩提心呢 正的彻底的空性 产生了平等的大悲 那这样一个圆满的菩提心 那他就像十五的月亮这么大 佛陀也这样比喻 他说世间的布施供养 功德很大 像天上的星星 但是用慈悲心菩提心 所做的一点点的布施 他的亮度就像月亮一样 月亮的亮度 十五的月亮超过一百千万的星星 所以虽然我们能够做的有限 但是菩萨道就要我们圆满一个彻底的心态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为了要帮助自己 为了要帮助众生 各位一定要保持在百分之一百的圆满的心态 那你要达到百分之一百圆满的心态 就要彻底正的空性 那有了空性 那你就不会有这种贪嗔痴 傲慢怀疑 种种种种负面的心态 所以你一定要守护你的心 这才是守护这个世界 因为你有一个圆满的菩提心 你的念佛诵经持咒 一点点的力量就变十五的月亮一样 可以照亮整个世界 就像各位刚刚点了这么多灯 念一下再念一次 菩提心灯 大慈悲为由 大信愿为助 大智慧为光 当愿六道父母众生 显发智慧 脱离轮回 发菩提心 上品上升 极乐世界 趁愿再来 广度众生 同臣佛道 恩伴着 阿乐给阿云 那虽然我们 假设只有点一盏灯 但是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态 真实的圆满 像十五的月亮一样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佛法叫心法 但是为了你要把这个心圆满 菩提心 那各位首先要做的 念一下调伏自心 所以你要经常反省 关照自己 征服自己 调伏自己 那这个世界如果你要生气 你可以找一万个理由来生气 一万个理由来抱怨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 有五着恶事 娑婆世界 这个世界并没有真正究竟的快乐 这个世界叫娑婆 只有忍耐 堪忍 只能忍耐 这样过日子 就像这个身体经常找你麻烦 那边酸 那边痛 一下那边不舒服 但是你不要太在乎它 如果你太在乎它 那你被这个身体卡住了 这个身体 佛经说这个身体是四条蛇组成的 两条朝上 两条朝下 所以一天到晚在吵架 地水火风 经常在不协调 那不协调就 那边痛 那边痛 但是很幸运的 我们可以运用这个 短暂无常 不清净会生病的身体 拿来修行 拿来打坐 拿来念佛 拿来利益众生 就像各位听我讲话 事实上我讲话都很用力 因为我每天讲太多话 没事的时候我更喜欢念众 然后呢 一直做超度 一直写牌位 还是看经典 那看经典 我师父才跟我说 一定要念出声 如果你没有念出声 一般的众生听不到 恶地菩萨才听得到 恶地菩萨太少了 其他的凡夫都听不到 天神也听不到 所以你看经典 你叫念出声 所以对我来讲 我必须要很用力 但是我认为 虽然现在很用力 但是很值得 很有意义 所以凡事都是 在痛苦中完成的 一切都是勉强的 所以特别你要修行 你要去思维 生病 得癌症 老病死 轮回 很苦很苦 所以有人问我说 师父修行 是不是不会痛苦 我只能这样回答 修行也痛苦 不修行也痛苦 你问洪光法是痛不痛苦 但是世间的痛苦 没有意义更痛苦 修行的痛苦 可以解脱痛苦 可以 虽然很苦 但是可以帮助别人解脱痛苦 就像各位妈妈 你怀孕生小孩子苦不苦 苦啊 那是甘愿啊 很苦啊 那是因为你认为甘愿嘛 所以那个苦你可以忍受 所以往往 一个小孩生 我下回不生 下回继续生 一个两个三个 所以菩萨 他就是天天在生小孩一样 天生在痛苦的状态 但是他觉得有意义 他愿意去做 所以如果你想要解脱 那你也不能怕苦 因为你要 但念无常 圣物放逸 就像火已经烧到眉毛了 你一点点都不能忍受痛苦 就像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你们为什么要出家 怕苦啊 我说你们都不怕苦啊 我都佩服了 很苦啊 谈感情很苦啊 赚钱很苦啊 活着真苦啊 没有一点快乐的 这个世界并不是 越老越快乐 这个世界很可怜 就是越老越苦 这个世界到最后 都是一个悲剧 所以刚刚我讲了 致命上师九十一岁 然后怀病而死 我的师公真华长老九十二岁 也是怀着病苦而往生 我的法祖和尚绝光长老 活到九十四岁 那更是怀着 长期的病苦而死 但是这些菩萨 他们不怕 他这个苦可以让他 不断的来跟人家结缘 来累积资粮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发言 赶快要投胎再来 再来苦 他就可以推广佛法 他可以利益更多众生 所以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首先要把痛苦当作一种祝缘 因为痛苦让你想要解脱 因为痛苦让你更慈悲 因为痛苦让你更精进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痛苦 那你就不会想解脱 也不会精进 所以各位不能怕痛苦 往往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在怕痛苦 所以我要喝凉的 要吃好的 我要买好的车子 我要享受 我不愿意寂寞 各位女孩子 你为什么会结婚 寂寞 怕寂寞 我要找一个人 依靠 有些人为什么要养狗 依靠不到人 就依靠狗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感情 没有依靠 事实上 依靠更痛苦 对不对 如果你有智慧的话 抽烟的人快乐 还是不需要抽烟的人快乐 当然不需要抽烟的人快乐 喝酒的人快乐 还是不需要喝酒的人快乐 喝酒的人就是 他不喝酒很痛苦 借酒消愁 愁更愁 让他甘愿 但是有智慧的人 不喝酒没事了吧 就像以前 我很好赌 我还没有学佛以前在家 很好赌 有一个人给我讲一句话 我觉得 我回去想了很久 我终于开悟了 赌博什么时候停止 你什么时候赢 太简单了 我回去想了很久 所以这个叫思维 想完以后 决心不赌博了 不然我就永远在输的状态里面 所以爱情什么时候停止 什么时候快乐 好好想一下 那你结婚了 那你结婚了怎么办 那就不要用世俗的爱情去对待对方 用慈悲去对待对方 慈悲是没有占有的 没有控制的 没有嫉妒的 没有失去的 有无所求 慈悲就是希望对方离苦而已 无所求 无所求就没有痛苦 世间的爱情是自私的 占有的 控制的 所以期待爱情很痛苦 执着爱情更痛苦 失去爱情更痛苦 从头到尾都痛苦 如果你去思维这个道理 那你何必去追求爱情 何必去找苦吃呢 但是你自己没痛苦了 但是你看到别人 那你会觉得他好苦 所以我们要劝他 不要太执着 哪一天一个变化无常 一个意外 就算你们两个感情很好 哪一天突然有一个走了 怎么办 所以我有一个徒弟 已经出家了 他出家前 他决心要出家的时候 还没障碍 后来他居然 还没出家前 交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呢 就开始很多问题来了 然后来他还跟这个女孩子结婚 又生了好几个小孩 然后身体也不好 家庭也失败 然后呢弄得很痛苦 原因为什么 因为他之前结过婚 生病死掉的太太 不甘愿 天天找他麻烦 甚至有一次 他跟我们在法院寺借车 一开差一点被撞死 他这个太太已经 有一点恨他 恨到他 要让他死 一个死掉的人 我们相信佛法的人 生命有轮回的 今天你执着一个东西 然后你的先生 跟你说他要出家 好吧 就让我死了 我甘愿了 结果他又去跟别人结婚 又生小孩 你看他恨了 所以他每天 也会影响到他新结婚的太太 睡不着觉 忧郁症 也会影响自己心情都不好 因为造成一个负面的 不好的心态 所以佛陀叫我们 千万不要伤害众生 因为你伤害众生 一定自己痛苦 杀身 偷盗 邪淫 骗人 喝酒 最近有人问我 同性恋的问题 我只能跟他说 你爸爸妈妈 认同 同意你这样做吗 他说当然不会啊 我说问题就在这边 爱情重要 还是孝顺重要 他说师父你这样讲 不公平 我又不是故意的 难道女孩子谈恋爱可以 我一个男人 跟男人谈恋爱不行 那好在他问我 爱情不分男生女生 同性恋 异性恋都是苦 不然我们何必出家呢 我们出家前也很苦 为了要把这个感情放下断掉 那个是比把他杀了都还残忍 非常残忍的 但是又没办法 因为不这样 最后还是痛苦 爱情像毒品一样 哪有人天天在吸毒呢 所以只能放下 那放下的过程是痛苦的 但是同性恋爱你的父母 当然心里很难过 当然你也有痛苦 但是同性恋是一种业报 过去世所造的一个恶业 所以佛经说 耻笑佛像 耻笑出家人 或是勾引出家人 或是破坏到世间的感情的种种 那就会造成你这辈子的感情的痛苦 欲望的痛苦 那如果站在佛法 首先我们就要忏悔 那进一步能够得到解脱 因为不能再去碰这个事情了 你碰这个事情就很痛苦 所以当然我给他说 你要想尽办法 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欲望 当然如果你一定要结婚 找一个同性恋配偶 结婚一辈子 站在世间的法律 不能说错 但是站在因果业报 是一个无奈的事情 将来一样有因果 只是我们已经知道错了 为什么不有一个智慧跟决心 断除它 改变它 佛的力量不可思议 我想 我讲到这个问题 修行啊 就像人类的欲望跟感情一样 如果你随着感觉走 我喜欢它 我喜欢跟它讲话 聊天 住在一起 结婚 那是你失败的 因为你有一个 依赖饥渴的感情 或欲望 那不是一种成功 那你成为欲望感情的奴隶 那这个苦就 你爱得越深越苦 因为你怕对方离开 你怕对方改变 当然我也听过以前 是哪一位文学家 是否胡适还是哪一位 他跟他的太太一起自杀 因为他们两个感情很好 但是自杀 最后能够在一起吗 自杀的果报 没办法形容 你必须重复那个自杀的痛苦 而不是自杀以后 两个人可以在一起 但是因为人用自己的 自己骗自己 所以各位这一点要知道 世间的快乐都是假的快乐 叫伪装的 不是真的 那我们今天有机会学佛 释迦牟尼佛视线给我们看 佛陀为什么要出家 如何征服自己欲望 称恨的过程 征服了 在菩提树下成佛了 他才可以用他的慈悲心与智慧 来教化 感化 也征服这个世界 所以 我经常背这句话 佛陀以无量节的精进 消除了自己的贪嗔痴 欲望的烦恼 才能够用慈悲 感化这个世界 就像点灯一样照亮这个世界 那如果以这句话来讲 你陷入了爱情 那你不是输了吗 陷入了生气恨执着 那就输了吗 我心甘情愿成为欲望称恨的奴隶 输了吗 所以今天我们去 这条河叫什么河 他们讲了那一位昆沙的故事 也讲了那一位诺康的故事 那我 等到我们出家人赶快就写牌位 功德很大 写牌位 希望他们离苦得乐 那同时要写 所有因为毒品 而是被毒品所害 而死亡而受苦 希望他们都脱离 毒品的痛苦 甚至整条河狱 这条河狱影响了好几个国家 所以这条河狱两边的所有友情 都希望他们离开痛苦 所以我想想一个人 你在世间再怎么成功 像个皇帝 那只是短暂的 来世更长 各位你想想看 来世你升天至少九百万年 来世你下地狱至少一百九十亿年 来世你坐轨道一百七十亿年 来世你坐动物 你这辈子杀五只鸡 那你要坐两千五百次的鸡被杀 所以来世你坐动物 坐轨道 下地狱 坐天人 那个时间次数无量无边 唯有坐人是最殊胜的 短短的八九十年 又能够听闻佛法 不赶快努力修行 征服生命轮回的痛苦 乃至帮助众生 不然 那你就要浪费你宝贵的人生 所以佛经说 我们这个宝贵的人生 如一次 长寿千百亿年的海归 一百年浮出来一次 就刚好有一次 在海上有一个木头 上面有一个洞 它可以头穿过去 那要 这个机力太小了 它才有机会做一次人 所以各位你现在都知道意思了 所以不能堕胎 要保护生命 因为它百千万劫的轮回 终于轮到它 因缘成熟可以脱胎做人了 妈妈不要它 把它给杀害了 你看这个小孩都怨了 对妈妈当然也不好 所以来 法会功德 今日放生功德 河边淹共功德 礼拜佛塔寺庙功德 回向所有流产台额 流产的父母 同享功德 所以当我们一直去思维这个道理 那你就会生起一个悲心 哎呀他们好苦 那自己一定要经常去思维 你才会生起出力心 我不要再痛苦了 轮回很痛苦 难得投胎做人 所以而且又能够听闻佛法 又能够听闻大乘佛教 然后自己又把生命浪费在世间的贪嗔痴 甚至我经常劝人家 出家了修行了就不要再生气了 就不要再起欲望了 因为你已经懂佛法了 谢谢大家